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 巴比伦的处女啊 你下来坐在尘土中吧 贾勒迪的女儿啊 你坐在地上吧 没有宝座了 因为你必不再被称为柔弱娇嫩的了 你要拿石墨去磨面 你要揭开你的帕子 脱去长裙 露出大腿渡过江河 你的下体必曝露出来 你的羞耻要被人看见 我必报仇 不顾惜任何人 我们的救赎主 他的名字是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他说 迦勒迪的女子啊 你要静静坐下 进到黑暗中去 因为人不再称你为列国之后了 我曾对我的子民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你却对他们毫无怜悯 你竟把你的恶 重重压在老年人的身上 你曾说 我必永远做王后 所以 你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因此 你这盈意安居的 现在要听这话 你曾心里说 只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会寡居 也不会经历丧子的事 不料 丧子和寡居这两件事 竟在忽然之间 一日之内 要临到你身上 正在你多行邪术 竭力施福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 就必都临到你身上 你向来倚靠自己的邪恶 说 没有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和知识 把你引入了歧途 你心里说 只有我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但灾祸必临到你身上 你却不知道它的来源 祸患必落在你身上 你却不能把它除去 毁灭必忽然临到你身上 你却不知道 继续使用你从幼年时 就劳碌诗形的符咒 和许多的邪术吧 或者你可以得到益处 也许你能叫人站立 你因你许多的计划而劳累 现在让那些划分天象的 观看星辰的 在越朔时所欲言的 都站起来 拯救你脱离 要临到你身上的事 看啊 他们必向碎街 或必要焚烧他们 他们不能就自己 脱离火焰的威力 这不是可以烤火取暖的火炭 也不是可以坐在他面前的火 你所劳碌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从你年幼时与你交易的 也都必各奔各方 四处漂流 没有人拯救你